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蒜泥白肉是川菜中一道很经典的良菜 起源于成都竹林小餐 蒜泥白肉不但传承了下来 而且走向了全球 大师的菜加上了味 我是中华老字号夫妻肥片肥义继承人张云 蒜泥白肉的选菜就是肉的二刀 二刀肉就是猪尾巴下面的第二刀肉 它的贴点就是肥瘦相间 肥而不腻 偏气不夥承 煮的时候加姜葱对花椒放点料酒 我们煮的过程有两个作用 一是让猪肉成熟 二是我们用花椒料酒姜葱 取出猪的毛行为 小火煮15分钟之后 用筷子一多哈个肉不出血水了 就表示肉煮熟了 蒜泥白肉其实很提前刀工的一道菜 我们一般偏的话是两三厚米的厚度 偏厚了不如我也 其实蒜泥白肉它的问题就是红油 但是它主要是蒜 蒜香味 肥味吃的还要有甜味 它的甜味就是我们添姜油来提前的 番菜师傅在盆子中滋滋的一种调料 像中水椒 红油鸡块 添水面 都要用红姜油 焦了 Fan 卖了 焦了 热肉 打索 麻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ands for 它不但有辣味 蒜香味 煸味 它的味道橙汁感非常强烈 年轻开始调料覆盖在白肉上 然后吃上一口飞而故意 也不但能够吃到红油的香味 而且红油的发香味满口流香 这就是川菜典型符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